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的本意是弄脏 所以可以介为侮辱的意思 如孟子公孙丑篇有 而焉能美我在 意思是说 你怎么能够侮辱我呢 美又当请托来讲 所以美人设法就是请人帮忙的意思 但是美美一词却是形容水势盛大的样子 另外这个碗字它也念碗 这个碗字是在车子的前面牵引的意思 如左传当中有 或推之或碗之 而碗歌 碗师 碗连 则是哀悼人 歌 师 以及对联的意思 要注意的是 碗字可以跟这个首部的碗字通用 如碗歌 就是这样的碗歌 另外碗也跟这个早碗的碗字相同 如碗静也可以写成这样的碗静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 美和碗都不可以读勉的音 而这个碗字用在富人生产的时候念碗 但是用在表示女子和顺妩媚的时候 则要念碗 我们在运用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